第四,安息日会的人,他们提出耶稣和使徒也过犹太的节期,比如说十节中的安息日,耶稣遵守参加,为什么我们现在不遵守?谁告诉他们说遵守犹太人的节期呢? 胡扯哈,他们在某些日子去传道,但是他们不是恪守犹太人的节期,使徒们保罗第一个蹦出来反对,哥罗西书里面多次讲到什么敬拜天使,守日子守节期,恐怕你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隔绝,突然劳碌传福音,谁告诉你他们守犹太人的节期? 对不对?安息日,他们是说主日啊,一开始是在安息日的日子去犹太人聚集嘛,所以在安息日去会堂里传道嘛,后来信主了以后,他们就把安息日改成主日了嘛,对不对?保罗也说主日,约翰,使徒约翰也说主日,那这个主日就是那个安息日,但是意义不同了,犹太人出于律法主义的去守安息日,不明白主日的意义,耶稣也责备他们, 守安息日却不晓得真正的安息是什么,日子是为人,人不是为日子,所以初期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去守主日,但是你即便叫他安息日也好,主日也好,重点不是叫什么名字,重点是守那个日子的精神是什么,是福音性的, 是明白其中的意义,纪念圣灵将领,纪念基督徒的复活,包括懂得真正的安息,六日劳作那一天安息下来,我的所有的心思意念经历都集中在主的里面,身体狭受休息,然后里面去敬拜主,获得新的恩典和力量,归荣耀神的同时获得新的力量, 这我整个人就安息在里面去,不以劳作为乐,不以私事为念,不讲私话,不办私事,不随私意,真的,平时其实应该专心敬畏主,但是不可能嘛,我们还要处理一些什么所谓的日常生活嘛,工作嘛,所以思想常常被分散,如果最高境界就是与神同行嘛, 神与我同行,我也与神同行,处理事物的时候,心里面还享受着神的同在,心思意念还不受试探等等,随时经历与神的交通,那种操练不容易嘛,人的软弱,所以上帝分别出来,让我们强迫的身体静止,停止工作,与一般的事物隔绝,专心来聚集圣徒交通,学习神的话,掰饼,赞美,祷告, 思想是什么,心思,灵魂和身体都静下来,专注于神,对于我们身心灵都有益处,也可以去学习敬畏神,然后重新回归到神的面前,获得力量,然后面对生活当中的所谓的以马内利的那种生活啊, 所以我们不是从犹太主义,犹太人的节期那个安息日的维度去守,守也没有意义,我们是复活的主,福音的信息里面,晓得安息日的经义,我们甘心乐意的去顺从,享受, 因为主赐这日子是为了我们,也是为了主,让我们去专注去敬拜主,遵从主,然后我们从中自己获得属灵的益处啊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